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134集 血盲快若闪电 示弱奔雷纵横交错 众人连连翻身 兵刃阁挡肩 不断碰撞 铿枪之音不绝于耳 众人的速度再快 也闪避不过漫天的血盲 咆哮黑尊大步前来 沉闷的声音不断响起 直震的众人的心脏 剧烈颤动 脸色苍白 动作难免一色 只见冲天的血色光滑 将众人滔天的斗气 与浩瀚的斗气 全部击溃 众人血痕累累 点点血花 绽放在苍穹之间 风暴的肩膀 一个顽口大的血孔中 血流如注 男尔明腿上 白骨森森惨不忍睹 子隐大口大口地藕着血 众人是伤痕累累 鲜血染红了大地 地面呈现一种 暗褐色的调子 阴风怒嚎 与漫天肆意横扫的血盲 将这方空间 变成了森罗地狱 而硝烟等人 就是在十八层地狱中 兽刑的犯人 众人躯体残破 血盲附带的腐蚀属性 使新鲜的伤口 竟然散发出腐烂的气味 溅在半空的血花 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清灰死色 窦气在高速的躲闪中显得青黄不接 一瓶瓶的清灵液也补充不过来 让众人喘气都觉得压力山大 血盲越发炽热了 交织如网 血光光滑流转 光芒如针一般冲天而起 众人想睁眼看清血盲的诡计 但越是想看清 就越看不清 双目被光芒刺得肿胀 疼痛无比 硝烟闪过一道血盲 他偏不信邪 运转天火护眼凝神看去 仅仅一瞬间 双目便变得通红极其酸涩 泪水不由自主地躺下 硝烟急忙移开目光 瞳孔中点点清灰散去 过了好一片刻才恢复过来 血盲的诡异让硝烟没有办法 只好将天火横骨齿 挥舞成一面顿墙 天火横骨齿重剑无风 齿面极为宽大 此时成了对付血盲的最好武器 但血盲的冲击力 以硝烟三星斗地出气的实力 抵抗之下已是鲜血狂喷 内伤严重 幸好萧炎已身伐三千雷动 浮以重驰 一时之间还能勉强支撑 南尔明见机不妙 没有丝毫犹豫 周身绿雾滚滚 凭借雾气的感应 躲避血盲 风暴隐身风中 借助风的触觉及时反应 一时间 有天地元素相助 风暴与南尔明 倒成了受伤最轻的两倍 但月少龙与子颖的形势 就严峻了 他们俩虽以速度渐长 但看不清血盲的轨迹 便处处受制 血盲惯凶而过 伤势极重 漫天血光洒落 仿如树轮微型的太阳璀璨耀眼 一道道血盲如金针一般飞出 刺的人目不能视 割的人道道伤痕 剑起的血花 把每个人的衣裳 都浸了个通透 情况万分危急了 由于失血过多 远处的咆哮黑尊 在萧炎眼中已经有点模糊 萧炎揉揉眼 闲闲避过擦肩而过的血盲 呼出一口气 甩甩虎口开裂的手掌 眼光望向笑战的方向 笑战那边 刚抵御完一道血盲 尚未来得及喘气 咆哮黑尊收敛十八个瞳孔 九九合一 一道划破天际的血盲瞬间而至 空间在巨大的血盲之前 脆弱的就像一张 常年累月饱受风霜腐蚀的纸 没有丝毫的抵抗 便被撕裂成点点碎片 只有肆虐的空间能量 证明着 这曾经是一个空间 眼见这一幕 萧炎眼眸猛的一缩 左手五指弯曲 指甲紧紧嵌入掌心 他右手握紧了天火横骨齿 脚底银垫闪烁准备过去救援 月少龙与姿影 不过身上几种的伤势折身而返 便向着笑战掠去 要助笑战以彼之力 风暴雨南耳鸣双双从雾气中踏出 身形一闪已然离开了原地 扑向笑战的方向 队友有难 没有丝毫的犹豫 众人不顾身上还在流淌着鲜血 不顾白骨森森尚裸露在皮肉之外 不顾强行运转斗气 喉咙涌上的一抹甜意 众人只知道 在自己倒下之前 队友绝不能也绝不可以先倒下 谁也不能 包括面前 让众人毫无招架之力的咆哮黑尊 也不能 因为我们是兄弟 笑战只来得及回头望了一眼 萧妍等人的方向 血盲已呼啸而至 眼见兄弟们为自己如此不顾生死 笑战投来感激的一笑 却做出了令人大跌眼球 简直不可思议的举动 不要过来 笑战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突兀地在上空响起 萧妍愣了 月少龙愣了 紫影愣了 所有人全都愣住了 呆住了 全都抬起头 望向笑战的方向 众人见到的一幕 彻底颠覆了思维 萧妍狠狠掐了一下大腿 剧烈的痛感 让她知道自己没有再发梦 笑战的举动 在月少龙等人看来 简直就是他妈的欠扁 简直就是打着灯笼 进厕所找死 萧妍的心脏 也猛地一提 就像要从嗓子眼里 蹦了出来 众人实话当场 眼珠子秃了出来 都实在想不明白 笑战为什么这样做 萧妍刚想出声 或止笑战那 无比荒唐的举动 突然心念一转 紧钻进手心的指甲 缓缓松了出来 喉咙间 轻吐出一口气 萧战并不是一个狂妄的人 更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反而是粗中有戏 热血上尽 认识萧战以来的这些日子里 萧妍对萧战 更是有了更多的了解 现在萧战既然敢这样做 那就绝对有她的理由 说不定还真能对抗血盲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世上哪有什么绝对把握之事 有时候就必须要去赌 输了或许会丢失一切 但赢了 那就是强者 强者之路 赌了不一定是赢 但不赌 就绝对是输 想到这里 萧妍释然了 唇边带着一丝期待 混杂着一丝担忧 看着孝战 眼眸中透露出浓浓的赞赏 面对众人的不解 孝战淡淡一笑 眼神中带着自信的决心 双臂浑浑张开 只是牟子身处那一丝忧虑 没有逃过萧妍的眼神 就在那丝忧虑 揪紧萧妍心脏之时 就在那道血盲离孝战的胸口 不过极齿之远之寇 孝战的身上 爆发起了无比璀璨的金光 像是有千军万马冲制 像是有无尽的天兵天将杀来 孝战身上气息暴涨 孝天虎幻化而出 傲视苍穹 金光滚滚激荡 杀气冲天 如一片汪洋汹涌压迫的苍穹 隆隆作响 整个天空在颤抖 气息虽然上涨 但孝战还是没有出手 之所以选择用生死去赌 是因为孝战感觉到 自己在这时已经触摸到六星斗地的瓶颈 只差一步 这一步踏过去就是生 输了便是死 见识过咆哮黑尊发怒后的真正实力 孝战清楚地知道 即便是自己激活血脉之力 斗气上涨 但依然不是咆哮黑尊之敌 自己是整个队伍的防御者 如果自己不能抵挡住咆哮黑尊的攻击 那么在咆哮黑尊无差别的攻击下 队友们面临的将是团灭的威胁 所以自己必须扛住 拼了命也要扛住 可是以自己现在五星巅峰的实力 与咆哮黑尊有着整整一个阶别的差距 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今血脉之力 在战斗中意外被激活 眼看着实力很快便提升到了 突破六星斗地的瓶颈 这让孝战看到了战胜强大的 咆哮黑尊的一线希望 如果自己晋级了六星斗地 孝战有信心 防御住咆哮黑尊的强大攻击 可现在形势逼人 咆哮黑尊强大的无差别攻击 正在肆虐着自己的战友 孝战必须也唯有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击 才能使整个团队幸免于难 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而要想尽快进击 就必须借助最大的压力 来压榨出自己最大的潜力 什么是最大的压力 自然是生死考验 把自己置于生死之一线间 用自己的命去突破 所以孝战选择了放开双臂 选择了血盲到达胸口的那 短短几秒时间去堵 为了团队 为了兄弟 也为了自己拿命去堵 血盲尚未急身 强大的气压便在孝战的胸口 挤出来一个大大的凹印 骨架变形开裂的声音刺耳地响起 气压与皮肉对抗间 沉闷的声响越来越大 那声响每一阵响起都让远处的众人眼角一阵抽搐 孝战的面孔早已扭曲 痘大的汗珠滚滚而下 肋骨开裂刺入五脏六腑的剧痛 几乎要使它昏厥过去 可苍白面色下的孝战依然不屈不挠 他在心底里一次次对自己喊着 坚持住 一定要突破 他的嘴角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催动斗气 直冲瓶颈的最后一层阁膜 无数斗气在孝战剧痛之下的催动下 显得异常的狂暴 如万千受惊的战马 思鸣奔腾 似狂风卷起的骇浪呼啸 以一往无前的威势 不要命地冲击着那六星斗地的瓶颈 远处的众人停住了脚步 他们读懂了孝战的选择 孝战 你这个混蛋 月少龙低声骂道 眼眶里湿湿的泛着泪光 你不也一样吗 偷袭黑尊眼睛之时 你可没想过我们的感受 风暴在月少龙旁边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月少龙 而是死死地盯着孝战 孝战 你可一定不能死了呀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南耳鸣南南道 双手越钻越紧 因为用力竟幅度很大的抖个不停 紫颖则遍过头去 他不愿意或者说害怕 面对这样的场面 因为他承受不起失去队友的痛 孝战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血水不断地从嘴里涌出 顺着嘴角滑下 滴滴答答在地面上 躺开了一地的血花 此刻 孝战感觉死神已经浮上了自己的心口 他没有退缩 也不能退缩 如此近的距离之内 退缩的下场 孝战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赌的就是生死之间是否能突破 所以孝战笑了 笑得很放肆 大笑间他的斗气骤然翻滚起来 在血盲极深只有两寸之刻 进行了最后一次冲刺 血盲已近身不及一寸 萧颜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紫颖甚至脸庞之上 带上了哭泣 突然 只听得孝战一声大吼 吼声震天 并其四周所有的一切都为之一顿 一股浩瀚磅磅的力量 从孝战身上击冲而出 像是从海底喷勃而出的海啸 又像是自火山口突然爆发的火山 带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将附近的山石都掀飞了出去 赤裂的金芒 咬的人睁不开双眼 突破了 在血盲紧距孝战不及一寸 眼看就要击中孝战的那一刹那 孝战突破了 他把自己置身于死亡的压力之下 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 突破了 孝战赌赢了 血盲在这一刻停滞不前 仿佛霜洞中 不小心掉在地面的蚊子 翅膀被粘住了 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功 孝战金光一土 血盲轰然崩碎 其实此时的孝战并没有轻易轰碎血盲的力量 只是之前对峙颇久 血盲在不断消耗 而孝战在突破的瞬间斗气猛增 这才破了血盲 借助死亡的压力来突破 小子倒有些胆识 陶小黑尊也不禁赞赏道 继而语气一转 不过 就算你突破了 又如何 你依然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而且接下来 你不得不全力应付威力巨大的地结 我看你怎么抵御我的血盲 无论你突破不突破 结果都是一样 你们终究还是得死 结束吧 让这里的一切归于永恒的寂静吧 好 好